下降起,居然不出局,仅用马和炮就将对方拿下,那必定是邪门招法 各位旗友,今天继续为大家介绍金沟炮,这局和前面的走法稍微有点相反 此时黑一方骑马应对,红方选择上马,黑一方眼睛手快,禁足,活通马路,也是制约红方的马 红方飞向,左右均衡出动子力,黑一方出局,红方也出局 这里选择进炮,一再封锁红方的局,同时也瞄准红方的兵 将来势必炮打中兵,有闪击,红方捕后中路,先捕后一手 此时黑一方选择马吧进九,这个跳鞭马的好处是 为这个炮,腾罗将来炮的灵活性比较大 红方也伤马,黑一方架起当头炮,势必要抢夺中路 红方进兵,提前活通马路,黑一方出局抓炮 进炮拦截,这里还有个潜在的小目标,贫炮 把黑一方这个局打回老家,将来快速出贴身局 当然黑一方必定会走进局巡河,红方贫炮打 品区占据内道线,那么好了,走到这个当前的局面呢 双方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好的开局 比较有优势的就是黑一方,他的双距啊 非常的通透,而且啊,子力也比较活动 反光红方稍微有点受压制 但是我们要仔细分析一下,黑一方他这个阵型的缺陷在哪里呢 这也是本局接下来最为关键的一招 当头炮,势必三七录像,不能够连接 当然,进攻他的三七录像是红方的主要的一个核心思想 贫炮打向,黑一方这里显然是保不住啊 比如说他能够选择G16品气,那么红方上马 将来再上马踩足的话,这个局在这里站不稳脚 依然是有进炮打向的这个旗 那么好了,索性于此,黑一方选择主动进攻 打掉中兵 这里打完,红方你打我的,我也打你的 但是我这里后手是有将军的 黑一方称是,此时红方加大马力进攻 这里就踩着局啊 现在黑一方是有几个走法呢 进局抓马,退局守马,还有退局拦截不让红方上马 我们分别来看,比较眼光照的就是进局抓马 那红方这里直接上马踩掉足,前踩马后踩距 最为关键的一招棋就是这里浸泡底线 是有重炮杀棋的 那棋谱的走法是黑一方直接不愿意吃亏,上马踩掉 导致一招毙命 当然呢,或许大家会认为我现在退局回来守马,行不行呢 那这样啊,依然是白吃,吃完之后呢,还是暗藏有这步棋 这里也是我们第二个变化 我们就直接回到这个局面 当红方上马的时候 黑一方直接退局守住马,这样躲一步棋 此时,红方平均过来跟你腰队 黑一方显然是不会跟你队的 如果说队掉的话,那现在很明显 这里一旦上马踩掉的话,他势必有点难守 这里不管呢,选择禁局,抓马,红方上马踩 他是想把这个局啊,调过来进行参与防守 或者说将来把这个局对掉,势必在这里能够稳固阵型 那现在很明显,马不能吃 黑一方选择平均拦住这个炮 主要是二路炮啊,起到了一个关键作用 那现在红方平炮避让一手 黑一方选择禁局抓马 红方跳马,先避让 这里走完之后,黑一方前方抓不到子的话 目前来说红方没有杀起 他就必须得稳固一下他的子力了 显然红方有上马踩掉炮 这里是白吃他一个子力 黑一方退炮 那么好了,走到这里啊 又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关键招法 红方选择进兵 这一步其实是几个意思呢 显然这里马踩着鞠 也是活动马路 鞠如果说直接平鞠吃兵的话 那这里进鞠吃炮 开局啊,黑方丢子肯定不划算 关键是踩着鞠啊 稍微有点犯难呢 但是黑方这里有一个四两拨千斤的走法 选择炮二平三 即卡住马腿防止吃鞠 同时也是给红方设计陷阱 一旦吃掉,浸泡打蒙公杀 可谓是双方啊 你掐住我脖子,我锁住你的喉 大家就这么僵持着吧 红方平炮接下来是由杀起的 黑方尽足吃兵 但是红方已经啊 兵临沉下 现在就造成了一个绝杀局面了 挑马一将军 黑方仅此退市一步骑 接下来回马将军 那么好了 这里一将军这个马的位置啊 锁定的黑方老将 老将是起不来的 现在要么退居 要么退马 或者说城市 红方都是进居 形成狙马炮三子啊 组合妙杀 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马炮 非常的精妙呢 我们继续返回到先前的分界点 红方上马踩着狙的时候 黑方进狙抓马和退狙守马 都不太合适 关键是红方这匹马 一旦进马吃足的话 势必非常的威胁巨大 那我这里选择退居的话 守住这个组 不让你跳马来袭 岂不是比较稳妥呢 那此时红方 居一平四 就强行对居 这也是前面 为什么没有演绎对军的变化 那现在黑方没有办法呀 只好选择对调 红方平率吃掉 吃完之后 接下来黑方行骑 进居过来抓马 那么好了 这时候如果说上马踩掉 他当然黑方称是 这一块解杀 当然势必是要丢一个马 那在这里 红方有一个比较巧妙的棋 就是进兵拦住黑方的这个狙 同时马踩着狙 马还踩着炮 可谓是一招四用 进拦狙又捉着霜 同时也是保护自己的二路马 现在黑方怎么办呢 势必要在这里丢死啊 黑方也是走得比较顽强 选择平炮化解 可以说黑方也是有一定的妙手 卡住马 拦住自己的子力 这一块就形成了一个拥斗 此时红方上马 黑方现在这个马显然是保不住 如果说上马吃 浸泡闷沙 当然或许大家会在这里有一个想法 红方主要就是浸泡下的这步棋比较厉害 那我回马 你不就没这个杀棋吗 但是红方可以跳马 这里把黑方马盖住 依然有这样一个凶招 索性这个马就也救不活了 干脆称势解杀 红方上马吃掉 黑方禁足吃兵 狙还是不敢动 因为象在这里守护着 此时现在红方行骑 跳马将军 黑方不敢降武进一 马后炮绝杀 只能降武平六 进炮一将军 降六再进一 那么好了 这里再次平炮打象 这一步棋黑方孩子要注意了 看起来表面上是退炮打着阻 实际上这里是炮二退一的话 就是个绝杀 现在老将动不了啊 退不下去 中路来的话马后炮 只能选择称势解杀 大家在这里再次分析一下 如果说你是红方的话 接下来如何巧妙晕子呢 这个思想观点呢 非常值得我们借鉴 现在黑方的阵型很容易 平炮在这里实行个闷杀 于是红方选择退炮打击 可以说罪翁之意不在酒 而是在于平炮闷杀 黑方可以说左右围栏 要逃着击 要防止被绝杀 只好选择退击一步 将来平击挡住 此时红方啊 可以说这步走得稍微有点欺负人 正好是趁你这个锯啊 不能有分身之处 进鞠吃掉你这个炮 黑方也不敢吃鞠 索性平之先将一军 平率 此时黑方啊 在这里显然已经吃亏了 于是黑方又新生一个妙计 马三进二 这一步起 既挡着红方这个鞠 不让他参与战斗 同时也是引诱红方 退炮打炮 一旦交换 信族的话 这必 这里势必 借助这个二路马的优势 这个族啊 必定能够夺回狮子 哪曾想红方不上当啊 上马踩着鞠 你吃我炮 我吃你鞠 看你哪个重要 黑方这个鞠啊 他又不敢离开立道县 一旦离开 红方平炮 这里一将军的话 这个鞠又得走回来 上马就踩掉了 他没有办法 只好选择禁鞠啊 拦住这个炮 此时红方 进炮这里一将军 黑方退降 那么好了 感觉现在要进鞠吃马呀 但是黑方有退炮 跟你打着交换 红方是有杀 先看杀 先把这个炮走开 保留前方的进攻实力 现在要吃着马 黑方怎么办呢 马又不能闪开 禁鞠啊 就是绝杀 只好选择贫左挡住 红方吃掉炮 吃完之后 这里鞠啊 还是有绝杀 再贫左挡 此时啊 再来一个折返 看起来这几步棋啊 稍微啊 是重复起 但是有非常大的寓意 贫左挡住 此时再来一个贫鞠 G8平6 你现在这个组跟不过来了吧 当然 我如果说上马呢 不就又把你挡住了吗 上马了吧 好 G6平7 这个军灵活性非常的强 看起来左右走位 实则是到处在钻空子 显然 当红方平均过来的时候 黑方并没有选择跳马 而是选择平均 那只能选择交换 吃掉 吃完之后 红方上马 接下来再跳两步马 就是个绝杀 其实走到这里啊 黑方已经大势已去了 显然红方是双马双炮 黑方一个单马小卒的话 他防守都防守不住 我们就直接再次往下演变 将攻杀进行到底 黑方回马守住 不让红方跳马过来 此时红方出帅 目的是停炮打掉你的事 趁脑将动不了 这个阵型不好挪动 黑方称是 红方圣马将军 这里也是为这匹马 另外开辟一条道路 只能退市 那么好了 现在这个马 是没有办法回来救驾的 此时炮二退二 就显得格外耀眼了 即便是黑方回马的话 他也是够不着 一炮绝杀 好了今天的这一局 就为大家先分享到这里 秀们有没有觉得 今天这一局 马炮功夫 非常的精彩了得呢 如果说觉得还不错 欢迎长按点赞 评论区交流 来个强烈推荐 非常感谢朋友们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